是把这道菜学会了 家人都夸你是大厨 虾满回来以后 给它背上开刀去掉头部 锅里面烧油 油热以后把虾给它堆入 开中火给它煎 煎完一面煎另一面要 虾脑给它煎出来以后 下入大号葱姜 再来一个八卷 给它象征性的翻炒五六七八下 然后往里面加入生抽酱油 再来点蚝油 给它炒出酱油的香味 再往里面加入番茄酱 家里面没有番茄酱的可以不放 这就取些颜色 然后往里面添水 水也不能太多啊 没过大虾就行 加入盐和白糖给它调味 盐也不要太多 太多嘎咸了 中途把里面的葱姜给它剪出来 不要了 开大火给它收汁 出国之前 来点热油 这小亮度 等下就上去了 要想生活过得去 头上必须来点绿 这不就好了吗 虽说老鸡不能陪你一生 等等你的胃 满满当当